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大力多 就我今天 一百多点就下去了 好多人今天开盘 各位如果说你今天 你去做多 不要说赔一百点 你赔个五十点 你也是痛得不得了 但是问题是各位 今天很多人去做多单 你说是因为昨天 费毒震头的睡 那台股应该要大涨了 各位如果说你是抱着 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再问你 那马熙会呢 这块大盘不就是从 马熙会的前一天 八千九 一下跌了六百点下来吗 多少人在上上个礼拜 哇看到有马熙会 说哇那超级利多 对不对 哇抢股票啊 期货赶快去做多啊 然后呢 上个礼拜 一个礼拜的时间 多多多多多 跌了五六百点下来 很多人在马熙会 消息出来的时候 跑去期货做多单 还去做波段多单 还去做流仓的 一口赔掉四五百点 都多的是啊 不是吗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跑去期货买股票的 到时候也是 现在股票套住了 那各位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马熙会那么大利多 结果到盘 跌了五六百点下来 那昨天废除正所 今天再跌一百点 那又很奇怪吗 你懂不懂意思 我跟我讲 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 威国庆啊 我在这个节目上 我一再一再 我几乎每一天 我给你耳提灭命 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各位 你做股票也好 你做期货也好 你千万不可以 跟着消息面做 有没有 市场上 我一讲 各位 我说各位 我真的 我不是喜欢批评别人 但是威国庆 我始终在告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各位 威国庆啊 我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从来在节目上 我不会给你讲消息面 对吧 我会给你讲说 消息面 马西维大利多 你还去做得多 我有这样讲过吗 没有啊 我只讲说八千九十个问题 那个地方是个转折点 就如同嘛 今天结算 对不对 很多人去做得多 除了昨天 废族正所税之外 很多人去求 为什么去做得多 外资昨天还在做 三千多口多单不是吗 外资还留多单 一万八千口不是吗 那为什么不拉高结算 各位 如果说你今天因为 你因为外资 你说外资还有一万八千多 对不对 你今天跑去起过做得多的话 各位 那你记不记得十月份上个月 上个月 月结算那一天 指数也是跌了一百多点 那上个月外资 多单不是才两万口吗 各位啊 这就是微博性 我跟你讲 各位 在节目上 我一再跟你讲 我说各位啊 你千万不要去听消息面 你不要去看 也不用 对不对 我说各位 台湾的散物很奇怪 很吃外资那一套 哎呀 外资做多做空 各位在节目上 我经常在批评 我说各位 你千万不要看到外资 做多做空去做 有没有 尤其这一波以来 我说各位啊 哎 你不要看外资 到现在还在 怎么多单 一万五六千五 一万八千五 各位这一波 各位这一波 从马西会前一天 开始往下跌 外资经常卖超 一天是卖超一百多亿 各位将近快两个礼拜的时间 只有昨天买超十几亿 你认为外资在做多吗 我早就跟你讲 我说各位啊 外资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它期货在做多 为什么要做多 做给你散户看 哎 我外资我期货在多 但我看多 但是现货 哇 拼命赔 一路卖 不是吗 尤其上三个礼拜 跌了那天的时候 一天就卖超一百多亿 不是吗 对 微国庆我说真的 对不对 我说各位 一个什么 一个叫做 什么叫做 真正好的分析师 当别人 跟你分析盘事 动不动就是 哎 你看消息面 哦 什么马西会 哦 什么取消证所税 哦 什么国际股市怎样 国际股市怎样 可是问题是 微国庆 我去跟你讲 我说各位 你千万不要去 跟着消息面做 为什么 因为 凡是你散户 知道的消息 人家大户主力 做手全都知道 但是反过来讲 人家控盘手 人家大户 今天我要做多做空 你就是不知道 股市不是一个 反市场操作的市场吗 不是二八法则吗 奇怪各位 二八法则 这个道理你懂啊 在股市要反市场操作 你也懂啊 那为什么 你非要跟着消息去做多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今天跑去 学会做端 你赔掉一百点 我说各位 那 那算什么呢 那马西奔 那跌六百点又怎么样呢 这就是消息面 多少人 这两个多礼拜以来 哇 一路做多 一路陪 一路陪 陪 陪翻天 我跟各位讲 尤其这两个礼拜 波动算是大哦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说你做错 你做错一天两天 大概就出场 不是吗 没问题 我在各位啊 大神仙记 我相信你看了 都不止一两天 那这各位 我想你 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韦老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开口闭口 就是外资怎样 对不对 消息面怎样 可是韦老师一直讲说 你千万不要跟着消息面操作 因为你知道的消息 你要大呼阻力全都知道 不是吗 到今天不是 有再一次验证给你看吗 昨天废除正所税 外资到昨天还在 起火 当天还做了三千多口 不是吗 做给你看的 我告诉你 所以各位 什么叫路遥自马利 什么叫日久见人心 韦国心每一天在节目上 我跟你苦口婆心 我再跟你讲 你不要去听消息 你不要去跟着外资做 但是有一样东西 你一定要去看 什么韦国心的大呼 多空力道指标 对不对 那各位 像今天这种点100多点 你觉得奇怪吗 如果你今天去做多 赔到钱的话 来 你自己看 今天开饭以后 导致就不要动了 各位 今天大呼在做哪一边 哎呦 今天大呼在做空 一路就给你做空 所以今天批里啪啪的 一路就这样跌 有奇怪吗 昨天不是废除正所税吗 对各位 昨天有大涨 那是昨天 那今天呢 有做多吗 在做空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做多赔到100多点 我就怪你怪谁呢 各位 怪你自己 为什么到了今天 你还不看韦国心的大呼 多空力道指标 为什么到了今天 你还不看韦国心的强势预判 为什么到了今天 你还不看先机箭头 不是吗 我天天都跟你讲 讲这样的东西不是吗 好了 所以各位 你今天去做多赔到钱的话 你怪不了别人 怪你不听韦国心的话 怪你不找找 对不对 看看韦国心的东西 来 我们就整个团面盯着 看到没有 我刚刚跟你讲过 各位 今天一开盘 我跟你讲 其实不要说今天开盘 昨天节目你看了没有 有看最好 各位 其实 昨天 倒不然放到这一块来 好 各位 你记不记得 昨天在收盘的时候 我跟你讲了 昨天的盘 前半场是大拉是没有错 可是昨天中场杀那一根之后 已经基本上 把从前天有没有 这个短线的支撑线 其实已经跌破掉了 所以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各位 上面是有一个压力 有没有 昨天节目你看了 我还特别跟你讲 是各位 强势预判 到昨天收盘 看到的是一个压力 不是支撑 如果你昨天没有看 大拉先机的话 你打电话去问 我们公司的服务人员 怎么样去找 昨天的节目带 你去看一看好了 昨天在节目上 我怎么给你做预告 各位 强势预判 上面是有压力的 支撑已经跌破掉了 有吧 好 所以今天 对不对 一样 竟然开盘 其实开盘那段时间 是在横盘 但是重点是 从昨天以来的压力线 不都在上面吗 不都在上面吗 好 各位 既然强势预判 昨天就已经跌破 已经跌破支撑 看到的都是压力线 好的 先拉远一点 我们对着大户看 对不对 强势预判 今天开盘开始 看到的就是压力 大户在做空 那我请问你 今天这盘 你要去做多 那你做多你怪谁 我跟各位讲 这一波从马西会 下跌这一波以来 市场上只有一种声音 哎呦好难做 哎呦好难做 哎呀怎么这样 哎呀那样 我的各位 不要哎呀哎呀哎呀 各位在股市只有对错 没有什么难不难做 哪有难做 哪有难做 甚至 今天这个跌 对不对 你还不要说怎么样 各位我问你 你昨天有没有看大胜险金 有最好 各位 甚至昨天 当取消证锁税 昨天不是大涨 对不对 对不对 放大放大来 放大到这一块来 各位这是昨天的 对不对 昨天在节目上 我除了跟你讲 强势预判上面是压力之外 各位甚至 我说从日线看的话 我说各位 你不要太高兴 因为这段大涨 往上去的话 这条A的压力线 没有突破掉 对不对 这个A的压力线 不过去的话 你小心 我昨天还跟你讲 各位上去已经压力线 已经很接近这个A的压力线 今天呢 今天呢 那直接跌破给你看 甚至连A的价限 连点都不点 就直接给你往下扎 那你再回头看看昨天 昨天全市场上 都在给你报利多 不是吗 哎呦 取消证锁税了 哇台国有救了大利多 可是各位 昨天全市场上 也只有微国线一个人 我说各位 你不要太高兴哦 这个A的压力线 就在上面而已哦 有吧 昨天才讲的东西 可是如果说你昨天 没有看大涨险金的话 一样各位 请你打电话 到我们公司 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怎么样去找昨天的袋子 你去好好的看一看吧 强势预判也好 昨天收盘 对不对 看到的都是压力线在上面 强势预判也好 看到的是压力 从日线的结构上看也好 对不对 我跟你讲了 我说这个A的压力线 就压在那个上面 你不要太高兴 各位 通通的都是事先 在跟你讲这些东西 我需要今天 给你放马后炮吗 哎呦 我今天跌得怎样 所以各位 什么叫做 真正有实力的分析师 时间证明一切 如此而已 各位 很多人 从马信尾开始 做多单赔翻天 今天想说 哇 废物证领水 又跑去做多 又赔一百多点 你去赔吧 好了 我们继续看 好 各位 所以今天盘很简单 对不对 第一个 昨天的尾盘 强势预判 看到的根本就是压力 今天大会在做空 好各位 光是质量 对不对 我想看 如果今天开始 你已经在看 维国倩的先进系统的话 从今天开始 哇 上面是压力 没有支撑 大会在做空 那各位 今天你敢去做多吗 你敢去做多 这是第一点 好第二点各位 那我们回来讲 讲今天的当冲 因为今天是结束 结束了当天 大家都会做远月份 这是12月份的起货了 一样嘛 各位 一样嘛 从开办开始看到的 你看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是什么东西 开办之后就是空 今天远月份的 12月份 从开办以后 8416在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空 你看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又是两者同向 那你该做什么动作 空哦 各位 是做空 不是做多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跑去做多 很多人看到昨天 取消正手税 哇台股有大力多 各位 我说各位 很奇怪 做期货不过就是一个方向嘛 只是个方向而已 我讲各位 你做股票 对不对 1700只股票 每一支都有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外资面 法律面 消息面 我说各位 你哪一档 你搞得懂 但是期货呢 只不过是 一个多跟空的转折点 这么简单一个东西而已 好了 但是各位 你不要做错 今天一开盘 8416 简头就开始翻空 大户做空 看 就是两者同向 第一波已经杀了快50点下去了 好了 后来盘中 837翻了一个多 但是各位 简头翻多 大户做空 两者不同向 对不对 我说过嘛 你这个保守型的话 不同向是不要做 把空单跑一下 快已经超过40点了 好了 中间晃晃晃晃晃 到了后卖场的时候 在8348这个地方 又开始翻空 大户做空 哇 看 而且后面有没有 做空的力道 还一直给你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各位 这波一刹杀了超过60点 对不对 今天一整天 没问题哪 带着会员 不过就是做了两趟空而已 就这么两趟空 第一趟超过40点 第二趟超过60点 各位 今天这种盘 简不简单 好简单 一看 哇 今天大户整天做空 今天当冲 8416也好 8348鬼 两个做空的讯号 竟空那两次 难不难 好简单 全场上还有比这个 更简单 更精确的吗 那你今天为什么做多 为什么实际上很多人 今天做多 赔到100点 因为证所税废除 所以各位 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再跟你讲一次 如果从明天开始 你还在跟着 消息面操作的话 各位 我看你有多少钱可以做 因为我一再跟你讲 各位 你知道的消息 你要大户主力 全都知道 但是人家大户主力 要做哪一边 盘中 你就是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盘中 你问你是盘中 你要怎么知道 今天到底大户在做哪一边 我说过了各位 那只有一样东西 唯一无二的大户 多空的一道指标 你自己看 今天出现了什么状况 哪怕昨天取消正所税 今天大户在做多还是做空 哇在做空 对各位 你刚才看到了今天大户在做空 而且那个做空的力道 远远穿过那个白色那个虚线 所以今天还不是一个震荡区间盘 又是个趋势盘 今天是一个大户 做空的趋势盘 那我问各位 我说过嘛 什么叫趋势盘 一天的高低点 最早就是80点100点以上 那叫做趋势盘 对不对 什么叫趋势盘 一天大概五六十点 宅着那个叫做趋势盘 那再给你看一次 今天大户做空的力道 有没有远远穿过白色那个曲线 有没有 有啊 都在这个地方 哇 多得很 是啊各位 最近上成这个样子 各位 那个是近月份的 近月份 今天大户 从近月份看的话 其实还好 还不这样 我说过 因为各位 尤其在结算那一两天的时候 因为人家真正处于大户 人家真正在操作的是远月份 听得懂吗 因为近月份 只是在补那个多空单而已 所以那个力道反而不够强 远月份的力道才够强 那问题是不管怎么样讲 对不对 反正今天的重点就是说 今天12月份 其实一看 哇 今天大户的力道很强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既然是如此的话 今天大户是个做空的趋势盘 那你该做哪一边 你还跑去做多 那你怪谁 对不对 再来 今天箭头 箭头 在哪里有跟大户有同像 那都是盘中 那最好的一段 就今天当冲 箭头两次翻空 第一次 各位这是12月份的棋子 这是远月份的 84 84 16 翻空 大户做空 834 8分空 大户做空 各位今天就要空它两趟 将近100点 期货好不好做 各位啊 看你用什么方法做而已 如果到今天 你还是跟着消息面操作 我跟各位讲 那你不是有今天陪 往后你再去试试看 我说日子还长得很 还长长久久 对不对 当时马戏会之前的时候 大力多了 跳进去 全部都跳到 8800 879都跳到那个地方 倒杀500点 那这时候 所以只不过再来一次而已 我再讲各位 这就是印证了为国庆 我天天跟你所讲 各位 你千万不要跟着消息面操作 因为你知道的消息 你要外资都知道 你要大户阻力都知道 但重点是 对 人家大户阻力到底要坐哪一边 你确实不知道 如此而已 所以各位 做期货 一定要看各位国庆 大户阻力的指标 如此而已 有难吗 我跟各位讲 其实今天跟昨天 刚好是最典型的两个日子 对不对 上礼拜五 法国那个恐怖攻击 礼拜一 跌下去 神话都吓坏了 到了 到了昨天 大涨 很多人还曾经在 那个恐怖攻击 那个阴影里面 结果昨天 开盘 很多人昨天为什么不敢做多 因为开盘已经跳空 往上涨80点 你敢追吗 你当然不敢追 那位 问你昨天节目 昨天节目你看 问你昨天为什么 跳空80 为什么再涨120点 因为大户强力做多 这昨天吧 各位 这昨天对不对 走过来 不要挡到了 昨天开盘以后 不要挡到了 下面挡到了 各位 昨天各位 昨天跟今天 刚好是两个强烈的对比 昨天一开盘 箭头 8369 直接翻多 大户在中哪一边 再做多 虽然说已经跳空了 但重点是对不对 跳空以后 开盘 箭头还是直接翻多 大户做多 而且对不对 后面做多的力道一样 远远超过白色那个线 超过那个曲间盘的那个线 所以昨天为什么 可以扣掉跳空缺口 还可以再涨120点 原因在那个地方 昨天8369 箭头翻多 一直到盘中 8480在那个地方才翻个空 各位 一涨涨110点上去 昨天一破就110点了 好啦 如果你是个比较保守性的投资人的话 8480因为是箭头翻空 可是大户做多 两者不同项 你空谈可以不要做 你把多担跑一段就够 各位 已经超过100点了 够了吧 够了吧 后面不做没有关系 那今天刚好就反过来 正所说一通过 大家都说是利多 嘿 我说各位 什么叫做反市场操作 什么叫反市场操作 一开盘 8416翻个空 各位 到昨天我们还在做今月份 今天是12月份 这是远月份 8416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一样嘛 做空的力道 穿过那个曲间盘的力道 各位 今天一个8416 一个8升48 各位 两趟空单 降近100点 有没有难做 有没有难做 哪里有难做 另外再重点是 每一天这个盘要涨要跌 我一再跟你说 各位 问题是 你必须盘中 紧紧的盯着违国间的 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你才知道 到底今天 对不对 人家控盘者也好 人家主力大户要跌 但是人家今天要怎么做 各位 盘的涨与跌 绝对不是消息面 不是外资留多空单 甚至不是美股的涨跌而已 对吧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当今天这个盘 昨天 纵然这种税取消 可是今天跌了100多点 各位 我希望今天 各位 能够让你过去 各位 如果说你过去以来 你是随着消息面 在操作的话 你赔翻天的话 各位 我希望到今天为止 你真的能够醒过来 因为我一再跟你讲 各位 你千万不要跟着消息面 不要跟着外资 你要跟着 维护性的大户 多空力道指标 那才是各位 对不对 盘中最现实 你要大户在做哪一边 上礼拜五 发布的恐攻事件 很多人都吓坏了 结果昨天大涨 到了昨天取消正所税 你以为开始要涨了吗 你要进入大户在做空 要跌给你看 各位 昨天 今天 动作都是百点以上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 不要说什么百点 你一天只赚三十点 可不可以 如果你一天只是三十点 或是五十点的话 各位 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随便一趟 都不止三十点五十点 随便一趟 也不止三十点五十点 各位 随便一趟 也不止三十点五十点 各位 好好地想想看吧 好了 时间关系 明天盘该怎么看 我下回再说吧 好 这是在今天的行情部分 到明天的这个关盘重点 还有关键点位在哪里 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咨诚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咨诚国际投顾 诚信专专业 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这不是城市 这是探险之旅 这不是险阻 这是乐趣所在 这不是道路 这是前进自由的方向 奥迪Q3 驾驭框架外的精彩 Q33是TFSI 19万配备 免费升级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两双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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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款商品 上万种组合 The New年终大回馈 两双只要三千 The New 谁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 品量 宝矿力水的梦想登月行动 Let's go to the moon 我想当太空了 造型师 国侠老师 写下梦想宝矿力帮你送上月球 Yeah 还有机会到美国游NASA 宝矿力梦想升空 这是现在的空气 这是未来的土地 台湾房屋 植栽一万棵树 每年吸收二氧化碳 两千五百公顿 爱家爱地球 台湾房屋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 8999 2542 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 2542 8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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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开盘以后对不对 一样嘛 往上反弹压力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过得去 都是明天盘上的重点最贵 你最好今天能够预知一下 到底这个关键的上涨压力 在什么地方 就是明天的关键重点 好 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跟你讲 各位我再跟你讲一个 其实这一波 从两个礼拜以前 从马西会 事实上是很多的投资人 把它当成是利多 跑去抢股票 抢期后 结果呢 受伤惨重以后 很多人啊 其实说真的 这几天啊 已经对不对 因为受伤惨重 都已经开始在那边 你也只能观望了 我说真的 但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 不管你 各位 问题是 第一个 我希望你不要观望 而且各位第二个 如果说你还想操作的话 我跟你讲 其实现在很简单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两边 因为都是利多消息出来 都跌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说真的各位 这个盘呢 如果说啊 你真的你 因为你去留仓做坡段 你做错方向 你大赔的话 各位 这个地方我跟你讲 讲个很简单的事情 各位 你千万不要留仓做操作 不要去压坡段 你就是每一天 你把当成顾好就好了啦 你听得懂吗 你不要管说 昨天涨与跌 你不要管昨天 美股涨与跌 重点是 今天一整天的时间 的涨与跌 你能够把今天的涨与跌 你抓好 我跟各位讲就够了 所以各位 放眼未来 对不对 不管11月下半月 12月升到明年 一月两天都这样 各位 这个地方各位 你不用去压什么 坡段不坡段 重点是各位 你把每一天先顾好 对不对 每一天每一天 你顾得好 尤其各位 为国庆的当冲 不是每天什么 冲个八次十次 每一天出手 就是一次两次而已 对不对 盘中搭着 介绍跟大户 有同项就操作 介绍跟大户 有同项才做 有同项才做 一天就出手 一次两次 这么简单的东西 各位 这跟做坡段不是一样 对不需要每天什么 冲个什么五次十次 不要了 我一直讲 各位 期货高手 每天不是冲来冲去的 就是盘中 对不对 你抓队一两次 各位 你做一趟 比人家做五趟十趟 做得还好 那就够了 各位 尤其现在当冲 需要给你冲来冲去吗 不用 一天就是出手 一次两次 如此而已 对各位 再讲各位 这个地方 你不要 你不要去做坡段 说坡段对对 各位 你把每一天 把每一天都顾好 每一天的高低点 震荡一大 都是上白点 你每天顾得好 我能够讲 加起来不就 给你做坡段一样吗 合法对不对 你不要去流畅 晚上睡不着觉 各位 不用去压明天的多空单 明天开放以后 看一看大会多空单的指标 在做什么东西 当天做一做 不就好了吗 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另外 明天大会的 明天大会的 大会的关键点 是什么地方 想一次的话 关键的电话进来 好 就是在今天行情部分 当然整个这么有事 废除之后 行情只涨了一天 今天叠了白点之后 接下来呢 这几个假日 后续来说 更多航空分析 投资间锁定我们的节日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